无论是天使第九考还是海神第九考,都是对继承人进行七情六欲的考验,他们分别是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这七个方面。 其中欲的考验,那场面可谓是相艳非凡。 唐三不仅在这项考核中看到了千韧雪第九考的内容,还亲身经历了来自千韧雪的诱惑,而幻境中的千韧雪和唐三都光着身子纠缠在一起,海神的幻境可谓是和现实别无他意。 都说千韧雪成神根基不稳,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第九考的时候没有把持住来自唐三的诱惑,其中金色液体的梗就是这么来的。 在这个考核过程中,千韧雪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扑入了唐三怀中,面对千韧雪那动人的娇躯,唐三也反搂住了千韧雪,养人紧紧相拥,就像是要将彼此的身体融入对方似的。 而且,唐三身上的衣服也已经悄无声息地消失了,唐三的实力确实强大,可眼前这样的情景他却还是第一次见到。 他和小五虽然已经定情多年,但两人之间却是清清白白,这无疑给唐三的视觉和心理上带来了一定的冲击。 在这关考验中,千韧雪赤裸相对并且主动调戏唐三。 底下的六怪也看在眼里,宁荣荣和朱竹青早已经羞红了脸不敢看,小五则是彻底地呆滞并且眼泪横流。 淡幕白、奥斯卡以及马洪俊则是瞪大了眼睛,目不转睛地望着。 最后,唐三还是把持住了,直接喊千韧雪,滚。 千韧雪听闻,停下了他的动作,泪水从眼中狂涌而出,抬头看向唐三, 欺然说道,为什么? 唐三淡淡回道,因为你不是他,我的身体只属于小五。 当然,要不是因为小五在底下盯着,恐怕唐三已经放飞自我了。 小说中明确说道,无论是前面爱的考验还是现在遇的考验, 唐三都是因为小五的心灵感应才坚持下来的。 千韧雪其实和唐三接触的并不多, 哪怕还是雪清河的时候跟唐三之间也没有太多交集。 因此,千韧雪爱上唐三这个设定就让人觉得有点牵强了, 作者至少要安排一个像胡烈娜那种与唐三一起生活过的故事吧。 至于千韧雪的心魔,那应该是比比东,千道流以及唐三。 毕竟从小缺爱的千韧雪一直都想在比比东面前证明自己, 而千道流是他的爷爷,更是为了他成神付出了自己的性命。 而作为强势的女人,唐三则是被他视为要征服的对象, 这点从千韧雪几次三番追杀唐三, 但用手下留情就可以看出, 只能说他对于优秀男人的征服欲很强。 当然,唐三并不爱千韧雪, 甚至两人还有深仇大恨, 作者拿千韧雪诱惑唐三, 这很显然就是对海神第九考的欲望考验不严谨。 如果把这项考核的千韧雪换为一个衣不遮体的小五, 唐三估计就无法成神了。 毕竟在前面考核之一, 小五不过是让唐三给他梳头, 他都差点迷失在幻境之中, 只要是小五, 哪怕唐三知道是幻境, 他也不会拒绝小五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